熊熊永不为奴除非包吃包住 火宝大熊猫为了越狱究竟有多拼 这天艾姐把太空舱挪到墙根二处 熟练地站上去随后努力伸长胳膊 眼神示意医们赶紧来帮忙 好家伙这谁敢伸手啊 而于可认为外面有吃小熊的怪兽 于是在下面疯狂转妹妹后头 甚至故技重施扣二馆长眼珠子 导致艾姐越狱行动腹背受敌 可没等艾艾反击于可就转身飞服离去 原来奶妈察觉到她的目的正在赶来的路上 艾艾急得直哼哼哼哼哼到平时一口一个小宝贝 关键时刻只顾举手机不知道搭把手 一番拉扯过后艾姐被每位伯伯诱活 作案工具则被奶妈趁机甩得远远的 等艾艾反应过来已经为时晚矣 只能一脸猛逼地看着叛徒可可足 果然熊生总是起起落落落落落的 而越狱失败喜获不动产太空舱的小熊 除了三太子萌兰还有赖神星光 只见星光趁人不注意把太空舱往墙边挪 随后麻利地爬上去跟游客们打招呼 可惜饲养员察觉迅速立马拉上警戒线 随后奶妈用甜言蜜语把星光混合去 等她再次从熊射出来 竟发现太空舱已被铁链牢牢锁在树上 星光裂开人与熊之间的信任荡然无从 看完萌兰和星光的郁郁大姐 很难不怀疑源头就是他们的老店美兰 虽然结果是被继组的能够一笑 都说越狱要从娃娃抓起 马来西亚的三位小公主不仅会越狱 甚至还在同一个位置实施计划 很难想象田径小公主暖暖也有如此顽皮的一面 而她的妹妹生意长大后仍想从门缝中挤进去 却忽略自己早已不是当年小只的宝贝 屡次失败的生意急得劈叉打滚到了 最后甚至想徒手爬墙完成越狱大礼 而大熊猫离成功最近的一次越狱 恐怕非冰冰莫属了 这天她趁奶妈开门的空隙拔腿就往外跑 奶妈吓得花蓉失色赶紧追上冰冰 一个劲儿往她手里塞窝头试图引回卷舍 可冰冰觉得来都来了怎么都得玩个进行 干脆四处躲藏和奶妈玩起十九战 直到对方来了帮手才被拽回卷舍内 只能说这哪里是越狱分明是强行突围啊 相比之下团伙作案反倒更容易牵制 只见奶爸使出洪荒之力阻挡越狱的奶团子们 有只小家伙费力地从空隙中挤出大脑袋 眼见自由近在咫尺却被好兄弟死死压制 最终被赶来的奶妈一把了耗回去 果然奶爸奶妈好兄弟什么的 都只是越狱路上的绊脚石罢了 网友们还知道那些熊猫越狱的光辉事迹呢 到福宝闻到爱宝未到疯狂吼叫 才明白她有多想念许久未见的妈妈 这天瑞宝辉宝正在过道上训练 姐妹俩身上的气味瞬间引起福宝警觉 被激起领地意识的福珠珠愤怒吼咬 甚至不停用头撞击门板想要进去去赶 双胞胎被姐姐吓得愣在原地不敢弄 原本在熊社干帆的爱宝也被叫声吸引 俯身仔细辨别气味后发出嘀嘀的气笛声 仿佛在告诉自己心爱的女儿是妈妈呀 而福宝听后用委屈低沉的叫声回应 质问妈妈为何整整一年都不来看自己 是不是有了别的孩子就不认得福宝了 只能说各种屏幕都为福珠珠不一起 虽然福宝和妈妈的日常大多是相爱相杀 但福珠珠不调皮的时候绝对是大笑女 还会像迷妹一样对爱宝疯狂犯花痴 记得福宝独立后得知妈妈怀孕 懂事的他会为胃口不好的爱宝包好损 不断点头示意将爷爷拿给给妈妈吃 营业时福宝也承担起爱宝的那份责任 每天积极整活只为让妈妈安心养胎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福宝越发响念爱宝 他会在晚上继续做造英国的妈妈 导致自己地位一落千丈成为隔壁二零一住 因为爱宝喜欢院子里绿油油的样子 福宝就每天疯狂破坏南川小树 每当爷爷重新种下他就立马拔出来 像极了故意调皮捣蛋的熊孩子发泄怨气 但爱宝怎会忘记亲手养大的第一个孩子呢 当初爱女士为了照顾刚出生的福宝 一直坐着把女儿护在怀里将近二十天 后背被栏杆磨到发炎留下永远无法消除的痕迹 并且身为妈妈不会因时间的流逝就忘记孩子 当爱女士坐月子时突然听到福宝的声音 正在干饭的他停下手里的动作愣住 失神的眼神中满是对福宝的思念 记得当初乐宝的叫声让爱宝茶感到危险后 他立马叼起福宝四处寻找安全的落脚点 最终来到角落把女儿牢牢护在身下 而当爱宝听到门内跟福宝愤怒地呼叫 他却没有应激也没有要保护双胞胎的意思 只因他知道那是自己最最爱的女儿 曾经捧在掌心的孩子又怎会有危险呢 虽然福宝和爱宝此生都无法再相见 但内心对对方的爱永远不会减少 希望福宝能带着妈妈的爱 勇敢幸福地度过雄生每一天 明星福宝和老爹乐宝有哪些不同之处 乐宝打野看似稳如老狗食则比老狗还稳 精挑细选后才满意地咬着竹子转身离去 而福宝打野狗狗碎碎一看就心虚得很 被爷爷发现后更是跑去战略性喝水 果然福宝还是年轻心理素质不行 当冰宝打的 原本正在干翻的福宝厅后立马愣住 随后慌乱地四处逃窜还不小心摔下掉进 在场仪仪们看到后又心疼又好笑 如果是猛蛮乐宝一定会不屑地说 让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当初爱宝六人突然刮起来 如果是其他小熊恐怕早就躲到熊舍里 可乐宝却淡定地坐在树叉上思考熊生 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这都是显示 此外妇女俩走路画风也截然不同 乐宝主打新有猛虎细秀强威 在小水池边散步来回绕了十几圈 乐宝愣是没踩到一棵小草 而福宝走路就像小猪出来没个刹车 遇到障碍树从未想过要绕过去 一个翻滚就顺手破破了所有花草树物 将爷爷看到后两眼发黑直呼阿易 在面对入侵者时乐宝直接跳起来示威 面露凶光地反复强调这是他的领 在确定熊熊怪不会侵犯自己的领域 乐宝才洋洋得意地回到吊床上歇息 反观福宝有种出生牛独不怕虎的胆量 当黑熊精突然起身靠近福珠珠时 福宝先是被吓了一跳随后立马逼定对付 照着黑熊精的脑袋接连给了几巴掌 等到对方落荒而逃福宝 太坦到后爬 一溜烟爬上树坐在树叉上咬着小手手 如果黑熊精看到了肯定会大道哭水 挨打的是我怎么他还委屈上了 福珠珠面对爷爷堆得福宝小雪熊时 一整个就是小女孩般温柔 只见福宝凑上去抱住雪熊使劲贴贴 不小心弄断脚脚还摸摸他的头道歉安慰 而乐宝却是对浪漫过敏的钢铁之雄 一巴掌直接打掉雪熊的耳朵和头 随后刨成雪堆给自己来了套搓枣服 最后用熊定做上去给雪熊的生命画上就好 面对熊熊每天都要制造的青团巴巴 竹林居士乐宝会参缠冥想 吃竹叶会变青团那吃他的意义又是什么 而福宝的处理方式就非常简单粗暴 直接用青团给自己造了座城堡 甚至整着他呼呼大睡 或许福珠珠的青团味道比较催眠吧 网友们还知道福宝和乐宝的哪些不同之处呢 但是大熊猫惊虎心中无法提及的过往 当年他的世纪成熊猫圈最大的乌龙事件 甚至还惊动了新华社让无数猫粉震惊 2014年大熊猫娜娜产下一对龙凤胎 两小只活泼好动格外可爱 普发银行一眼相中了姐弟俩终身任养 分别取名普普和发发 姐姐普普继承了妈妈那样的美貌 长得十分秀气性格也十分年 很快四岁的她成了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远在大连动物园的金虎对她仰慕已久 正所谓缘分来了党都党不住 不久后普普外派到沈阳森林动物园 这里离金虎的老家特别近 金虎奶妈为了自家孩子的幸福 立马买了车票赶去沈阳给儿子说美 并且还得金虎重新装修了新房子 准备迎接家人过门 然而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起因是这天早上 饲养员发现了普普的异样 凑近一看她的副部长了两个突起的种子 于是动物园立马组织了专家 对普普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最后结果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原来银行家的大小姐从始至终都是个男子汉 那两个突起其实是她的蛋蛋 一夜之间普普成为银行家的敌长子 弟弟发发彻底失去财产继承权 更惨的是准新郎金虎到手的老婆变老体 话劳得他每次听到普普的名字都会承认 据说事发后金虎整日参产打坐 再也不过问红陈俗时 沈阳动物园为表倩引 还对普普进行了批评教育 希望他今后的行为举止阳刚一致 热心的粉丝还给普普送了个扇子 上面写着镇就是这样的汉 奶爸经常拿着给普普扇风 时刻提醒这小子摆证男熊的身份 还别说普普从此以后真有所改变 这天他为了展示自己的雄性荷尔蒙 直接徒手拍死了院里的小鸟 如果不是奶爸拦着 恐怕普普还要生吞展示男熊气概 此外普普还是个怪力熊熊 能用一口好牙咬的绳子挂在半空 担心他掉下去的奶妈急得大 并且普普的脾气也格外大 当初只因奶爸拿走了自己的玩具 就气得在地上打滚 还抱着竹子一通乱咬以此泄粉 然后又站在墙头满脸怒气质问奶爸 为什么要把本少爷的玩具拿走 最后气得他直接搬起一块石头 看那架势似乎还想砸奶爸 不仅如此这小子上班还摸鱼睡觉 到了下班的点更是多一门钟都不得了 直接走到门口就开始胖胖敲 不愧是银行家的少爷就是财大气粗